一人大S传出了跟香港男星古天乐 已经秘密谈了一年左右的恋爱了 甚至就连续 妈妈也被蒙在鼓里 听到这传闻之后还非常的惊讶 古天乐曾经对外开出 他自己的择偶条件 其实刚好是跟大S的条件是不谋而合的 只不过呢 这位男明星 在过去情史也是非常的丰富 使得听说两个人是正在交往的大S的好朋友们 为大S感觉到非常担心 去年上档的保持通话是 大S与香港男星古天乐第一次合作电影 传闻这也是两人的定情之作 据说拍摄当时 大S就曾经透露好欣赏古天乐 戏杀青后 古天乐也隔空喊话说 希望尽快再和大S合作 果然今年街新戏大内密探009 就力见大S参与 你给我给你抓索 现在传出两人秘密拍拖 已经一年算算时间 应该就是去年合作电影时互生情愫 但两人都相当低调保密恋情 交往过程只有大S密友之情 就连徐妈妈也被蒙在鼓里 被问到两人恋情时 还惊讶直问谁说呢 之后又改口说大S最近忙工作 没听说有新恋情 古天乐曾开出择偶条件 喜欢孝顺女生 要能接受与公婆同住 还不能太刮躁 这种条件与一谈恋爱 就成温柔小女人的大S不谋而合 但是古天乐出道以来 绯闻不断 还曾经坦承年少轻狂 曾拼腿还对感情不忠 也让大S的好友相当担心 不过现在大S的家人与好友 都希望他能早日密得凉拌 有个稳定归宿 全新闻中长城蔣欣梅 台北采访报道